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楼梦》最后结束的时候 里面女性的命运都非常的悲惨 但是这个人物呢 她在《红楼梦》开始的时候 只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丫鬟 但是在《红楼梦》120回结束的时候 我觉得她是《红楼梦》里最后极少数的 得到比较好的结果的一个女性的角色 那么这个人物是谁呢 她的名字叫小红 那么台湾的一位美学大师蒋勋老师 她写了一本书叫做《红楼梦》 她就说她在年轻的时候看《红楼梦》这本书 有很多东西她都忽略掉了 等到有了一定的年纪 她再看的时候 她突然发现说 啊 居然还有这样一些人物 就是小的不能再小的 如《红楼梦》一样的人物 《红楼梦》这本书 因为我在国外的关系 我到现在还没有机会看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了 很多蒋勋老师她讲 关于她写这本书的一些心得呀 里面的一些人物啊之类的 就是有一点 我觉得跟我很相似的就是 那么我在十几岁的时候 读《红楼梦》的时候 像小红这样的人 可能我一眼就忘过去了 就是这个人物 没有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 但是当我有了一定年纪 有了一定的社会的经验和阅历 我慢慢知道了什么是社会 什么是人性 我觉得小红 她那个人物的一个魅力 就慢慢地浮现出来了 所以我想把这个人物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开始的时候 她只是贾宝玉房里面 一个做粗活的小丫鬟 那么她靠着自己的智慧 靠着自己的头脑 那么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成功 这个就跟我们现在很多的 那个小白领很相似 那么开始的时候 她的工作环境 也是非常的不尽如人意 其实《红楼梦》里面的贾府 它是一个等级 非常森严的一个社会 它里面的大丫鬟 可以随便地欺负这些小丫鬟 小红 她刚开始的时候 她也是受到了很多 这种大丫鬟的排挤 比如说她去帮贾宝玉 倒过一次茶 出来的时候就被那个邱文 和碧痕两个人骂了一顿 二爷 仔细探了手 我来吧 你哪来的 吓了我一跳 我刚从后门进来 二爷就没听见脚步响 你叫什么名字 小红 你也是我屋里的人 寄手屋里的人 我怎么不认识你呢 二爷不认得的人也多了 其中我一个 平时用不着我钻茶倒水的 二爷怎么会认识呢 只是有句话要回二爷 昨儿个有个什么后廊上的云儿 来找二爷 我想二爷不得空 就让明爷回他们 接下来 快点 秋文 二爷来了 我来 你在屋里干什么来着 就在这 我 我怎么能在屋里呢 是我的手怕掉了 到后园子来找 不想二爷要茶吃 姐姐们都不在 我刚给二爷倒完茶 姐姐们就回来了 呸 你这个没脸的下流东西 也不拿镜子照着 看你配不配 端茶地水的 依我看 咱们都散了 就留她在屋里 干这个巧宗 但是我觉得小红的心态很好 当然她也跟很多小白领一样 因为 作为了环境的压抑 她觉得非常的委屈 非常的难过 甚至就是有那种 轻度的忧郁症的 那种状态 姐姐 才刚保育 让我给林姑娘送茶叶 林姑娘顺手抓了两把钱给我 你替我收着 走吧 姐姐 我看你瘦多了 依我说 回去瞧瞧吧 回家住两天也好 好的 回家做什么 我想起来了 林姑娘常吃药 我去给你要点了 胡说 药也是浑吃的 那 你这些天 又懒得吃 又懒得喝的 那怎么行 怕什么 还不如早些死了 倒干净 看你 好好的 怎么说这话呀 你哪里知道 我的心事 宝姨病了这些日子 跟着的人都傻了 怎么你就不算在里头呢 我心里也替你不服 这也犯不着气 俗话说得好 千里搭长篷 没有不散的宴席 谁能守谁一辈子呢 不过三年五载 个人干个人就去了 那时 谁还管得了谁呀 我觉得小红 在《红楼梦》里面 属于那种 极少数的脑子 非常清楚的那种人物 她能够说出来 千里搭长篷 没有不散的宴席 这样的话 说明她早就已经 早遇其他人 预示到了 贾府衰落的命运 是不可避免的 小丫鬟就替她抱不平 说宝玉 病的这些日子 跟着的人都赏了 但是你为什么 没有算在里面呢 我也替你不服 那小红她就很想的开 她说 不过三年五载的 各自干各自的去了 到时候谁管得了谁呀 你从她说的这些话里面 可以听出来 她真的是脑子 非常的清楚 她受到了压抑也好 周围的那些人 对她的态度也好 她心里面 非常清楚 那些人在她的生命中 只是匆匆的过客 不过三年五载的 各自就干各自的去了 因为她的心态也很好 而且她是有能力 有实力的 所以她很快的 就遇到了一个 跳槽的机会 并且顺利的跳槽 你是哪个房里的 把阿爷房里的 你到我们家去一趟 告诉你平姐姐 外的屋里桌子上 乳窑盘子价底下 放着一件银子 那是一百六十两 给休养的工钱 等张才家的来了 当面撑着她 饭油里头床里面 有个小荷包 你给我拿来 来 喝杯茶吧 你也喝呀 这味儿还挺好的 二奶奶 平姐姐说 奶奶刚出来 她就把银子 撑给张才家的拿去了 平姐姐让我回奶奶 汪儿进来 讨奶奶的事下 好往那家子去 平姐姐就按奶奶的主意 打发她去了 她怎么说的 平姐姐说 我们奶奶 温这里的奶奶好 原是我们二爷没在家 虽然迟了两天 只管亲奶奶放心 等吴奶奶好些了 我们奶奶 还会了吴奶奶来 瞧奶奶呢 吴奶奶前打发人来说 舅奶奶烧信来了 问奶奶好 还要问这里的奶奶 寻两万 年年神业万全单 若有了 奶奶打发人来 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 苗儿有人去 就顺路 给那本舅奶奶带了去 这丫头 好麻利的嘴 什么爷爷奶奶一大堆 我可听不懂 愿不得你不懂 这是四五门子的话 好孩子 难为你说得齐齐 不像他们一说话 就扭扭捏捏的文字似的 难道 都像你这个破了户才好 你别扶着我去吧 我认你做女儿 我一条里 你就出去了 你笑什么 你说我年轻就做你妈了 我不是笑这个 我是笑奶奶认错了倍数 我妈妈才是您的女儿呢 谁是你妈 你不认得她 她就是林志孝的女儿 叫小红啊 哦 原来是林志孝的女儿 他们两口子 都是锥子扎不出一身来的 一个天龙 一个地雅 没成想尽养出 这么个灵力的丫头来 你愿不愿意跟我呀 愿不愿意 我也说不好 只是跟着奶奶 我们也学学眉眼高低 出入上下的 大师小琴也有个见识 我觉得她很了不起的是 她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很好地展现了自己 王秦宏是很赏识她的才能 如果问她的话 她回答得非常的有理有结 你愿不愿意跟我呀 愿不愿意 我也说不好 只是跟着奶奶 我们也学学眉眼高低 出入上下的 大师小琴也有个见识 一点也不轻浮 一点也不浮躁 当然在跳槽的过程中 难免有些人会说一些风凉话 看你疯的 院子里头花也不浇 桥也不喂 茶炉子也不烧 就只要在外头逛 把爷爷说了 今天不用浇花 请你先浇一回 我喂桥子什么用 姐姐们还睡呢 那茶炉子呢 茶炉子 今天不该我当班 你看是不是 我说什么来着 别问我 听见她的嘴 别说了 让她逛去 你们问问我逛了没有 二奶奶才换我 传话取东西呢 怪不呢 原来是攀高枝去了 信得连明信都忘了 有本事 你今儿就出了这园子 长长远远地攀在高枝上 我才佩服呢 那么我觉得小红这个人物 她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 她虽然出生于底层 但是她非常有智慧 就是别人再怎么说她 那些大丫鬟再怎么欺负她 情文再怎么刺激她 她都没有上去跟他们去撕 她很懂得怎么样去保存自己的实力 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跟那些人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红楼梦》中我们知道贾宝玉 她是贾府未来的继承人 那么所有的人的眼睛都盯着贾宝玉 一些丫鬟们都想要那个到贾宝玉的房里 好好地伺候她给她端茶倒水 说不定有一天也能像西人一样 就做她的姨太太 老子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思恶矣 就是所有的人都盯着那个位置 想要去贾宝玉那里 但是小红 她很快就意识到说 这条路看着简单 其实她非常的困难 因为贾宝玉周围的人 其实都是凶神恶煞的 大家都很清楚 岗位是有限的 她被邱文这样的骂说 你拿镜子照照自己配不配端茶倒水的 其实就是在警告小红 你离这个岗位远一点 这里没有你的份 你只配做那些粗活 但是小红呢 她不甘心于 我觉得她是 真的是《红龙网》里面那种少有的 有自己思考能力的人 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才能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 端茶倒水 那算个什么活 是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事情 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是个人就能干 所以贾宝玉房里面那些大丫鬟 他们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恐惧 自己的这个岗位被别人抢走 世界上总是有这样的人 就是你在他们下面的时候 他们想尽办法地欺负你 不让你成长 然后你稍微靠着自己的努力 可以得到进步的时候 他们又会说各种的风凉话 来刺激你 那你所要做的就是 尽量地忽略这些人和事 不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神 浪费在这些 不值得的人和事上面 后来呢 贾府被抄没 就正如小红所说的 就是三年五载的事 贾宝玉房里面这些家 后来都不知去向 秦文在很早 就是抄减大官员的时候 好像现在这个部门经费不足 金兵检政 王夫人刚动了这个心思 想要裁员的时候 马上就有人告发秦文 那么他等于是第一波 都被砍掉的 那么习人呢最后 他跟贾宝玉也没有缘分 他最后嫁给了唱戏的 叫蒋玉翰 小红的有头脑 不只显现在 他的事业方面 在情感方面 他也是非常的有智慧 那么当时贾府的丫鬟呢 他们的终极目标 就是可以做贾宝玉的姨娘 所以其实贾府里面 有很多人想要活动 把自己家的女儿放到怡红院去工作 那么小红不只是在事业上 从怡红院毅然的跳到了王熙凤那里 他在感情方面也是相当的有眼光 为什么说他有眼光呢 因为当大家都把眼睛 死盯在贾宝玉这个白马王子的身上时 小红却看到了一匹黑马 就是贾宝玉 其实《红楼梦》中靠谱的男性角色非常少见 而小红找到贾宝呢也绝非偶然 这个找对象的过程跟他跳槽一样 就是他非常的有智慧 他没有一上来就很猴急 就怎么样怎么样 他是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 就是先丢一个手绢啊 看看试一试对方的感觉啊 他有很多的小心机在里面 虽然《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丢掉了 但是根据前八十回的古本 还有据说曹雪芹生前的好友 也有人说是他的妻子 知焰斋的批主 就有很多红学的专家就推测出来 最后呢四十回发生的事情 贾府抄家之后 贾宝玉和王熙凤被关在那个玉神庙 那么小红和贾云呢 他们后来还有出场 他们两个人对贾宝玉和王熙凤 后来在玉神庙里面是有帮助的 小红姑娘 你爹娘的事我打听清楚了 昨儿个和平姑娘一块 被平安州的一家富商买走了 小红姑娘 你该走了 万一让人认出来 可就 不 我不走了 小红 二奶奶 二奶奶 我是府里的家设女儿 侍奉主子是我的本分 二奶奶带我恩终入山 可我对不起二奶奶把乔姑娘给 小红 这怨不得你 不 这回子主子遭了难 我只顾自己去了 成了什么人了 宝玉 那年我在一红院 我给宝儿爷 我给宝儿爷倒了一次茶 秋文姐姐 避狠姐姐 说我后脸下流 正经活不干 专等着小红 后来 又给连二奶奶送了一次东西 秦文姐姐 刺的我 说我爬高枝去了 如今 如今他们都不在了 这个小红 这个高枝 就让我到这了 好孩子 好孩子 我们看这个小红 她不只是聪明 不只是有智慧 她跟贾府其他的人 不一样 她有自己思考的能力 而且从她最后的那个 御神庙里面的表现来看的话 她还非常的有情有义 其实贾云跟她 他们两个人是价值观 非常的相似 两个人都很善良 而且两个人都非常有头脑 在《红狼梦》 众多的人物里面 其实他们两个人 是非常突出的 所以即使《红狼梦》里面 其他女性的角色 都非常悲惨 比如说秦文 她后来被赶出去 而且她因为这件事情 她最后就死掉了 还有鸳鸯 那么她在贾府抄家之后 自杀了 这是丫鬟们的结局 那么作为主子小姐呢 我们看那个 二小姐迎春 她也是非常的悲惨 嫁给了一个 不怎么样的男人 最后被虐待致死 《红狼梦》里面 女性的角色都很悲惨 但是小红呢 她靠着自己的智慧 靠着自己的善良 她是得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结局 不管是事业上 还是她的感情方面 她们在这项就会不会赖进海边 不走概念 她在这边